第451章顺言 妖魔鬼怪还不快快扶手认诸 突然 一个骄鹤声从外面传了进来 无尘心中一阵 咯噔一下 因为这个声音他竟是感到有些熟悉 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伴随着这骄鹤声的还有一股强大的剑力 犹如开天之剑 怒冲九霄 狂卷八方 所有人都是震惊了 这样子的一股剑力 绝对不是真武镜强者所能有的 极有可能是星级镜强者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 一位绝美的女子 缓缓地从空间之中现身出来 这一位女子 容颜俏丽 身材婀娜 绝美无双 就像是九天玄女下凡 美得惊心动魄 在这女子的身后 还有一些青年人 她们的身上 都有着强横的实力 哪怕是最弱的 都有真武镜强者的战力 看到她们出现 场中的战斗竟是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望向了这些人 一个名字涌现在了脑海之中 贝尘院 和太一门 星级宗这些势力一样 这贝尘院也是一大超级宗派 而且还是十大宗门之一 实力极其的强大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想象的 贝尘院的人也来了 这下子我们就不用怕血魔和火乱缝了 看到贝尘院的弟子到来 众人立刻就是信心百倍了 贝尘院和太一门的人联手 他们将再无畏惧 是他 注目于这一位美丽的女子 吴尘心中一震 这女子他竟然认得 正是当初他在魔云山脉之中遇见的那一位星级竞强者顺岩 原来他是被沉愿的人 吴尘早有猜测 顺岩很有可能是超级宗派的人 只是不知道他具体是哪一个势力的人 现在他终于是知道了 他也对火乱缝有兴趣吗 吴尘不会忘记 当初在魔云山脉 他初次见到顺岩 对方就在和强大的九幽雀在交战 正是借助于他的手 他才能得到九幽雀的精血 得以突破火黄绝第二重境界 呵呵 没想到 这一次被沉愿来的人居然是你 看到顺岩 雷红的眼睛也是有着一些火热 像顺岩这种绝世家人 即便是在十大宗门 也是并不多见 而美女无论走在哪里都是要受欢迎的 顺岩看了看血魔和火乱缝 道 看样子 我来的正是时候 雷红哈哈大笑 道 你我分工 我对付火乱缝 你对付血魔 如何 为什么不是你对付血魔 我对付火乱缝 顺岩反问 他也是为了火乱缝而来的 雷红道 这血魔实力已经达到了五阶 魔源强盛 捕捉回去 也是可以有极大用处 至于这火乱缝 我是在必得 没人能和我太医门相争 顺岩宁眉 想了一下 道 好 他不想跟太医门的人争什么 太医门一向强盛 专横霸道 其他宗门的人遇上了 一般都要主动回避 以免产生什么不必要的纠葛 更何况 这血魔的魔源确实是不错的 可以拿来炼丹 用来炼气 相比于其他势力 比方说星级宗他们 他能得到这一头五阶血魔的魔源 那是不错了 血魔 受死 顺岩一声娇和 飞奔而上 玉手扶过光滑 周身爆发出强盛的紫光 光滑耀眼 绚丽夺目 强大的灵力 在他身下形成一座巨大的连台 连台旋转 爆发出强盛无比的光芒 衬托着他倾国倾城的容颜 好比是神女林凡 散发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 神剑一斗 爆发出强盛的灵气 五彩剑花涌现 于刹那间捂出七七四十九剑 无数剑芒汇聚 凝成一道百丈剑芒 携带着四月裂空之力 向血魔怒劈而下 所有人都是震惊地看着顺眼 这个女子不仅容貌出众 而且这实力竟也是无比的强大 远远地超过了她们的想象 这凶猛的意见 是极具毁灭性的 能够灭杀一切 摧毁万物 血魔和火链凤都是大惊 没有想到 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一位强大的女人 她的实力竟是一点都不输于雷红 见顺眼向她发起了攻击 血魔也是不敢大意 张口怒笑一声 周身血气涌动 不断地爆发出来 滚滚血力 涌动不息 狂卷八方 滔滔的血气 逐渐地涌动 凝聚形成了一道强大的血色光柱 这一道光柱 力量极其地可怕 能够粉碎一切 见血魔和顺眼两个斗了起来 火鸾风怒吼一声 巨大的翅膀展开 一下子飞了起来 闪电般向着万福窟的深处射了去 想跑吗 可能不 雷红冷哼一声 催动宝塔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如同浪涛一般席卷天地 飞速地追了出去 她一路追踪火鸾凤 到了这悬月秘境 好不容易才见到了 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呢 走了吗 看着这一切 无尘也是立刻追了出去 这火鸾风 是他必得的东西 无论是谁 都不能阻止得了他 哪怕是太医门的真传弟子 那也是没办法阻止的 一路追踪 无尘深入万福窟 火鸾风和雷红二者的实力惊人 非常的恐怖 速度也是举世无双 无尘纵然是全速追赶 那也是很快地就被甩远了 该死 他们跑哪去了 无尘不禁暗骂 抬头看看四方 他一路追踪到这里 已经是完完全全地失去了火鸾风和雷红他们的踪迹了 不知道他们跑哪里去了 在四周看了好一会儿 无尘也都没发现两者的半点而踪迹 也是没辙了 火鸾风和雷红他们的速度快得惊人 纵然是他 也都是无法追上 先看看再说吧 无尘看了看前面 犹豫了一下 继续往前飞去 万福窟 这是血魔的天地 洞窟之中 到处都是血魔 几乎是无处不在 几只血魔很快地发现了无尘 迅速向他冲了下来 夹杂着滔天的血气 狠狠地卷向了他 屠龙刀 二话不说 无尘拔出屠龙刀 一刀狠狠地劈下 可怕的刀器 直冲而下 狠狠地冲向了那些血魔 第452章 雷红vs火鸾凤 血魔惨叫 根本就不是无尘的对手 遇上无尘的刀器 直接就被搅碎了 化为了一滩血水 消散在天地之间 自不量力 杀掉这些血魔 无尘那时不费吹灰之力 没有停留 继续前行 深入万福窟 走了没多久 突然他就看到一团猛烈的火光 从上方坠落了下来 这一团火光非常的耀眼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能够粉碎一切 哪怕是真无尽九重天强者遇上 恐怕也是必死无疑的 无尘大惊失色 二话不说 立刻闪开 这股火焰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被击中 他绝对会在请客间化为灰烬 哪怕他修行有不灭金身诀和火黄诀 那也都是一样 在上面 闪开了之后 无尘抬头凝望高处 这一团火光绝对是火鸾缝 因为除了火鸾缝之外 在这万福窟之中 没有第二个能有如此凶猛的火焰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无尘立刻就是冲了上去 无论如何 他今天都要搞到火鸾缝 万福窟一直都是处于一种黑暗之中 阳光根本就射不进来 在这种地方 一旦发现有火焰 那是很容易寻找的 没多久 他就看到了火鸾缝 原来在那里 无尘抬头一看 火鸾缝就在离他一里之外的地方 周身燃烧着熊熊的烈焰 汹涌的火焰 剧烈的焰烧 就连虚空都是承受不住 被火焰之力给毁灭了 另一边 一位紫袍青年人悬浮在距离火鸾缝石杖之外 头上的宝塔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一股凌厉的气势从他的身上不断地冲出来 如同怒浪一般 惊天动地 此时此刻 这两者之间正在激烈地交锋 一团团的能量不断地从对撞中心爆发出来 席卷四面八方 无尘暗暗心惊 这二者之中 一个是五阶妖兽 一个是星级静强者 实力都很是强大 远远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抗衡的存在 屏住呼吸 收敛气息 无尘静静地待在黑暗之中 这二者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现在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一进去的话 只有送死的份 因此他必须得等待 看准机会 一击命中 若是不这样 等待着他的将是死亡了 有些难搞 静静地看着二者之间激烈的战斗 无尘脑海中也是在飞速地转动 他在想办法 雷虹和火鸾凤的实力都非常的恐怖 远远地超过了现在的他 他们两者之间的较量 无论谁胜了 他要想得到火鸾凤 都是极其的困难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雷虹和他身上递接领宝的打击之下 火鸾凤渐渐地落入了下风 已经是显露出了不敌的迹象 察觉到了这一点 无尘暗暗心惊 这雷虹的实力 未免太强大了吧 吼 火鸾凤怒吼一声 一股狂暴的火焰之力 汹涌地爆发了出来 这股火焰熊熊燃烧 仿佛是要把虚空都给坟灭 可怕的力量 让人感觉心惊胆战 火鸾凤双翅山洞 一团团的火焰 犹如天降的神火一般 奇奇的射向了雷虹 这一招的威力非常的恐怖 简直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哪怕是星级竞强者 遇见这一招 也是要感到非常的头疼 冥顽不灵 雷虹冷哼一声 催动宝塔 宝塔迅速地旋转 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 从宝塔之中传了出来 笼罩向了火鸾凤 火鸾凤的火焰 在遇上宝塔之后 很快地就被吸收掉了 没有掀起半点儿的风浪 见此 火鸾凤更是暴怒 要不是这件宝塔在 它即便是不能取胜 那也不至于会这么快就落了下风吧 暗中 吴晨看得心惊不已 星级竞强者就是不一样 他们所催动的地阶灵宝 那种威力才是真正的可怕 要远远的超过了它 简直是不敢想象 给我进去 雷红双手掐绝 念诵咒语 然后 宝塔再度放大 一股股可怕的能量 从其中渗透了出来 笼罩向了火鸾凤的全身 要把它整个的给收进去 好 火鸾凤暴怒 巨大翅膀一扇 一股可怕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朕的空间颤抖 无比的害人 哼 火鸾凤的力量那也是无比庞大的 震翅一扇 巨大力量 粉碎一切 就连雷红的宝塔也是承受不住 被直接震开了 震开了雷红的宝塔之后 火鸾凤双翅一扇 又向另一边冲了出去 雷红的实力太强 在进入玄月秘境之前 他就在他的手中吃了大亏 所以 他还是尽量的以陶为主 避免与其正面交锋 陶 陶的掉吗 看到火鸾凤在此开逃 雷红身影一闪 催动宝塔 二话不说 直接追了出去 糟糕 这两个家伙朝这边来了 那一边 无尘大惊失色 因为他发现 火鸾凤现在所逃的方向 正是他所在的方向 快跑 无尘也是顾不得隐藏了 身影一闪 立刻跑路 火鸾凤和雷红的实力都很是强大 凭他目前的实力 却对付这两个家伙 简直就是堂壁当车 自取灭亡 真无境二重天修士 实际上 雷红早就发现了无尘的存在 只是之前一直在和火鸾凤战斗 根本就是无暇顾及其他 所以即便是注意到了 他也没有去过问 现在 他追着火鸾凤过来 不经意间瞟了无尘一眼 脸上却是极为不屑 不过是一区区真无境修士 就敢来看他和火鸾凤之间的战斗 那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火鸾凤也是早就注意到了无尘的存在 之所以往这边飞 就是想让这个傻瓜帮他抵挡住后面的雷红 只需要一小会儿功夫 他就能成功地摆脱掉雷红了 无尘的速度很快 这不假 但是 他又哪里能快得过火鸾凤呢 火鸾凤的翅膀巨大 速度极快 就像是一道赤红色的闪电 眨眼间就是追上了他 翅膀一扇 携带着恐怖的距离 狠狠地扫了过去 扫向了无尘 糟糕 这畜生的目标是我 无尘大惊失色 他怎么也想不到 火鸾凤居然会攻击他 第453章 火鸾凤的打算 金盾 周身力量涌动 璀璨的金光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迅速地凝聚形成了一道金盾 阻挡在他的前面 想要阻住火鸾凤的攻击 哼 但是 火鸾凤的实力太过于强大 远远地超过了他 翅膀一扇 他的金盾仅仅坚持了片刻功夫 就是直接粉碎掉了 化为了一片光雨 什么 无尘眼睛睁大 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眼中充满了震撼 从来没想过 他的金盾竟会是这么的弱小 连片刻功夫都是抵挡不住 直接就被震碎了 境界差距太大了 无尘暗暗摇头 这其实并不是他的金盾防御力的问题 而是他和火鸾凤的境界差距和实力差距太大了 这种巨大的差距 才导致他的金盾如此的脆弱 不堪一击 就在这时 一团巨大的火焰 从火鸾凤的翅膀上面传了过来 赤裂无比 可怕无比 啊 无尘惨叫一声 身体直接被火焰给引燃 可怕的力量 在体表迅速地燃烧 转瞬间就包裹着他的全身了 无尘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他本来就是炼丹师 跟火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却是从来都不知道 烈焰会是这么的恐怖 有句话叫做玩火者必自焚 这话用在现在他的身上 那是再好不过的 我不能死在这里 无尘一咬牙 让自己的神智清醒过来 他这一次来 是为了收取火鸾凤的 而不是被火鸾凤收拾的 火黄绝 无尘大鹤一声 毅燃绝燃 催动火黄绝 体内火黄绝顿时疯狂地运行起来 吸收炼化他体表的火焰 火黄绝乃是世间最为神奇的法绝之一 有着非常神奇的作用 在他的催动之下 那笼罩在他身上的火焰也是逐渐地熄灭了 被火黄绝给吸收掉了 看到身上的火焰熄灭了 无尘是尝出了口气 刚才真是好险好险 这火鸾凤的实力太强大 身上的火焰之力自然而然 也是无比的强盛 竟是让他的身体都是燃烧了起来 那一边 火鸾凤也是一惊 他的火焰之力何等的庞大 哪怕是星级净强者 都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可能会被断烧成为粉末 然而 无尘却是硬生生地抵挡了下来 后 火鸾凤张口一吐 喷出了一团气流 这股气流一接触到空气 就是迅速地燃烧起来 可怕的火焰向着无尘冲了过去 他倒要看看 这个小鬼到底能抵挡得住多么汹涌的火焰 不好 见到火鸾凤又向他发起攻击 无尘二话不说 立刻运转火黄诀 火黄诀快速运行 一团火焰燃了起来 把他的全身给包裹着 火鸾凤蒸住了 看着无尘身上的火焰 这股火焰 虽然微小 但是很纯粹 比他身上的火焰还要更加的纯粹 就像是火焰之精凝聚而成 这 怎么可能 要知道 他乃是五阶强者 身上又带着凤凰的血脉 身上的火焰之力 经过了无数岁月的锤炼打磨 才有如今的这般威力 但是 无尘是谁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类 哪怕是他修行天阶火属性功法 或者本身就是火灵体 他身上的火焰 也不可能这么的纯粹吧 修为不够 实力不强 对自身灵力的锤炼 也就自然是不足的 而且 从无尘的身上 他还感觉到了一股很独特的力量 那种力量 对他火鸾凤来说 都是有着极大的好处 若是他能得到这股力量 指不定能让他的实力增强 尽快地突破六阶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火鸾凤所感应到的这股力量 正是无尘所修行的火黄诀之中的力量 火黄诀这种神奇的功法 可不单单只对无尘一个人有用 对于像火鸾凤这样的蕴含凤凰血脉的妖兽 也是有着极大的作用 甚至其作用还要超过了无尘 因为无尘是人 身体之中不可能含有凤凰血脉 可怕的火焰 喷灌在无尘的身上 剧烈地焚烧起来 但是 无尘却是没有感到丝毫的痛苦 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火黄诀在不断地运行 不断地吞噬瓦解周围的火焰 使得火焰根本就不能奈何于他 怎么回事 我身上的火焰之力壮大了不少 无尘突然发现 他身上的火焰之力居然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许多 比之原来还要更加的强盛了 难道是火鸾凤身上的火焰之力 无尘很快地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刚才火黄诀在不断地吸收他体表的火焰 肯定是把火鸾凤的火焰之力给转化到了他的身上 这才使得他身上的火焰之力增加了 得知了这一点 无尘惊喜异常 没有想到 火鸾凤的火焰之力非但没有烧死他 反倒是让他因祸得福 助长了他身上火焰之力的增长 缓缓抬头 望着火鸾凤 大概这家伙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的火焰对他非但没有杀伤力 反倒是被他给吸收 增强了他身上的火焰之力吧 可是 就在这时候 火鸾凤大嘴张开 一股可怕的气流从他的口中喷了出来 刹那就是把无尘全身给包裹着 糟糕 无尘突然发现 自己竟是无法动弹了 完全被封住了一样 这种感觉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紧接着 他发现了更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这股气流包裹着他的身体 竟是像着火鸾凤的大口飞了过去 不好 这家伙是打算把我给吞下去 意识到了这一点 无尘脸色骇然大变 这火鸾凤可不是一般的妖兽 而是五阶强者 实力超级可怕 要是被他给吞下去 那么 等待着他的下场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不行 我绝不能被这家伙给吞下去 无尘运转火黄绝 火黄绝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冲向了笼罩着他身体的这一股气流 想要将其给打破 但是 这一次的火鸾凤是肯定不会让他如愿以偿的 他怒吼一声 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流席卷而下 直冲向了无尘 力量极其的强大 让人难以抵御 啊 第454章情况危急 在如此强大的气流卷动之下 无尘终于是承受不住 被气流给卷着 进入了火鸾凤的口中 被他给吞了下去 见无尘被吸了进去 火鸾凤猛地关闭了大口 反脚几下 把无尘吞了下去 他可不会去研究无尘的身上有着怎样的秘密 只要是对他有用的东西 他就直接把他给吞下去 好烫 火鸾凤的身体之中 无尘接连翻了好几个滚 这才停了下来 他发现 这火鸾凤的身体滚烫 就像是处于火山之中一般 巨大的热量 不断地侵蚀而来 似乎要把他整个人给烤熟 不灭金身绝 无尘连忙运行不灭金身绝 一股灿烂的金光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遍布于身体各处 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 阻止这股滚烫的力量把他给烤焦 过了一会儿 无尘这才好受一些 开始寻思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可不想就这么白白地死在这种地方 沦为火鸾凤的食物 这种死法对他来讲 实在太别屈了 他必须要出去 不过 怎么样做才能出去呢 他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姑且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外面 火鸾凤吞了无尘 感到十分的满足 在无尘的身上 有着对他有用的东西 他将它给吞噬吸收了 他身上的那一股特殊的能量也就自然会流入到他的身体中 增强他的实力 做好这一切之后 火鸾凤这次响起 雷红还在后面虎视眈眈 连忙展开翅膀 震齿高飞 远离此地 就在这时候 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迅速朝着他的身体镇压而来 火鸾凤 给我进去吧 雷红哈哈大笑 刚才他一直都在后面等着 一直都在蓄力 并没有出手阻拦火鸾凤吞噬无尘 相反 他得感谢无尘 这个傻瓜的出现 让火鸾凤分了神 让他有时间来运转力量 进行直接的镇压 要不然 他要想镇压火鸾凤 还不知要费多大的气力呢 火鸾凤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 雷红会在这个时候对他发起突然一击 这可真是失算 好 火鸾凤怒吼一声 双翅一扇 震翅一飞 想要脱离这股力量的束缚 但是 他却震惊地发现 雷红这一次所施展的这股力量非常的恐怖 即便是他 要想脱离开束缚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 他乃是五阶妖兽 性格那是何等的高傲 又怎么会任人摆布呢 吼 又是怒吼一声 火鸾凤催动全身的力量 可怕的妖力爆发出来 朕的空间在剧烈地颤抖 根本就是承受不住这一股力量 垂死挣扎 雷红冷哼一声 不屑一顾 他这一招 乃是他蓄谋已久的招数 可怕无比 要是让火鸾凤就这么简简单单的逃脱了 那他还有什么颜面呢 火鸾凤奋力挣扎 不断地怒吼 一股股的力量不断地爆发出来 想要挣脱开这种强力的束缚 但是他却震惊地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挣扎 怎么使力 却都是无法摆脱这股强大力量的束缚 看着自己逐渐地朝着雷红的宝塔飞去 火鸾凤这才终于明白 刚才的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外面 火鸾凤在奋力挣扎 殊不知 在他的身体之中 无尘可是被他给害苦了 身体不停地颤抖 东倒西歪 跌跌撞撞根本就是站都站不稳 这家伙 到底是在干什么啊 无尘忍不住是骂娘了 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什么办法 不是被摇晃撞死 就是被火鸾凤给活活消化 这两种死法 他都是不乐意 必须得想个办法才行 旋即 无尘发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情 火鸾凤的身体正在逐渐地燃烧 本来 火鸾凤的力量属火 又有凤凤的血脉 会产生火焰 那也不足为奇 可无尘发现 这火鸾凤不仅仅是外面在燃烧 就连体内也在燃烧起来 这家伙 该不会是要自燃了吧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 无尘不觉感到心惊肉跳 要是真个如他所想 那么 首先遭殃的肯定是他 火黄绝 二话不说 无尘立刻运转火黄绝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可怕的火光直冲而起 遍布在他的全身各处 阻止火鸾凤身上火焰的侵蚀 实际上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火鸾凤自燃 只是因为现在的火鸾凤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身上火焰之力汹涌地爆发出来 使得它的浑身都在燃烧 琉璃塔 给我镇压 雷红大鹤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灌入到了宝塔之中 宝塔迅速的膨胀 爆发出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 要把火鸾凤给吞噬进去 吼 火鸾凤怒吼 周身力量疯狂涌动 全部爆发了出来 如同怒浪一般 惊天动地 这一刻他也是拼尽了自己的力量 拼死对抗雷红和他的琉璃塔 因为他明白 一旦被吸入了琉璃塔之中 等待着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但是 即便是这样 他的情形依然是在不断地恶化 琉璃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牢牢地束缚着他 让他是根本就摆脱不了 而在他的身体之中 吴晨也是不断地在颤抖 他也明白了 现在的火鸾凤的情况不大好 一旦他被收拾了 被关进了琉璃塔之中 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而且 更为可怕的是 伴随着火鸾凤的疯狂爆发 使得他身上所燃烧的火焰那是越来越旺盛 已经是超过了吴晨所能承受的极限 啊 我快承受不住了 吴晨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一团团的火焰 在身外燃烧 即便是他修行有火黄绝 也都是感到抵挡不住了 这股火焰之力 实在太强太强了 已经是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身体承受的范围 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 我也会被活活地烧死的 吴晨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因为他是炼丹师 在火焰方面的造诣很深 却是没想到 自己终有一天也会遭受烈焰的焰烧 甚至有可能会被烧死 第455章夺舍 这时候 吴晨的意识开始迷离了 外面烈焰在不断地焰烧 可怕的火焰让他感到窒息 这种感觉对他来讲十分的熟悉 因为他前世临死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不行 我绝对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吴晨愤怒的大吼 他还有血仇未爆 那些仇人还在逍遥法外 这一刻 他的耳边似乎是响起了仇人自艺的狂笑声 但是 现在的他身处于烈焰包围之中 外面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他根本就不可能逃得出去 可是 就在这时候 吴晨突然发现 他身上的火焰居然在和火鸾凤的火焰融合 这一个现象 出示吴晨并没有当回事 他认为 是身上的火黄诀在吸收转化火鸾凤身上的火焰 但是 现在他发现 事情貌似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怎么回事 吴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他细细地检查了一下 发现事情远远不止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他发现 他和火鸾凤进行融合的 不单单只有力量而已 甚至就连意识 也是在逐渐地融合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 曾经 在前世之时 他死亡了 灵魂穿越 附身在一个人的身上 现在 类似的情形 再一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难道说 他又死了吗 又要展开第二次附身了吗 想一想自己这一次附身的对象 吴晨不由觉地好笑 这一次 他竟然要附身在一头妖兽的身上 但是 事实再一次证明 事情远不止他所想的这么简单 外面 火鸾凤正在狂笑 突然 他惊异地发现 一股强大的意识 正在朝着他的脑海逼近 他初始一愣 愣愣地看着这一道意识的到来 有些不大明白 但是很快地 他发现了问题 因为这股意识带着浓重的危险 这让他更加的狂暴 意识也是开始涌动 要把另外一股意识给驱逐出去 让本神夺舍 是你的荣幸 还敢反抗 吴晨冷哼一声 他是炼丹师 在灵魂力的使用方面很是擅长 当即就是一记魂印针打了出去 那火鸾凤惨叫一声 意识迅速就泯灭了 化作了飞灰 火鸾凤的意识被泯灭 吴晨自然而然地就占据了这具庞大身体的主导地位 顿时 一股强横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这就是星级境强者的力量吗 果真要比真五境强大许多 吴晨自众生到这个世界以来 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么强大过 自己居然在一瞬之间就完成了从真五境到星级境之间的跨越 这种修行速度 堪称是举世无双 哈哈哈哈 火鸾凤 给我进去吧 雷红哈哈大笑 看着火鸾凤逐渐被他的琉璃塔给收进去 心中无比的畅快 经过了这么久的战斗 他终于是成功地收服了火鸾凤 但是 他并不知道 此时主宰火鸾凤身体的 已经不再是火鸾凤了 而是吴晨 想把本神给吞噬进去吗 就怕你本事不够 吴晨大鹤一声 开始驱动法掘 顿时 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 凶猛地爆发了出来 烈焰神皇 吴晨在前世 乃是神级强者 驾驭一股星级境强者的力量 自然是得心应手 根本不要费力 而火鸾凤的身体之中本身就有凤凰的血脉 借助于火鸾凤的身体施展出烈焰神皇 威力自然是举世无双 轰隆隆 空间翻转 风云变幻 一股可怕的力量 疯狂地爆发了出来 滔天的火焰 直冲云霄 怒震八方 什么 雷虹大惊失色 看着火鸾凤 眼中满是不敢相信 按理说 越是靠近琉璃塔 琉璃塔的束缚之力 也就越强 在琉璃塔的强大力量束缚之下 火鸾凤应该是动弹不得才是 但是 为什么在火鸾凤的身上 还会爆发出这么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且这股力量 怎么感觉还要比之前更加的强大 更加让它感到震撼的事情还在后头 只见一只庞大的凤凰 逐渐地出现在了火鸾凤的头顶之上 这只凤凰 庞大无比 足足有百丈 整个的耸立在半空中 一股骇人的力量波动 顷刻间席卷开来 足以让空间粉碎 天地惊变 这是 武技 天哪 火鸾凤怎么会使用武技 雷虹整个人都凌乱了 身为太一门弟子 他自然是见多识广 但是 他从来没见过 一头妖兽居然会使用武技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武技这种东西 一向是人类的专利 妖兽要想使用武技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脱胎换骨 转变成为神兽 只有当妖兽转变成为神兽 才会使用武技 因为神兽的血脉之力非常的强大 他们已经是可以自由地转化成为人了 只要他们想 就可以转化成为人形 不管他们的修为如何 至于妖兽 哪怕他的实力达到了五阶 六阶 只要没有转化成为神兽 都没办法转化成为人形 既然没办法转变成为人形 那就无法使用武技 但是 现在这一头火鸾缝的存在 却是打破了雷虹对妖兽的认知 难不成 对方在一瞬之间 就完成了从妖兽到神兽的转变吗 这 怎么可能 要知道 妖兽要想转变成为神兽 那是非常的困难 须经历三灾九劫 历经千辛万苦 才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 从开始到现在 雷虹亚根尔就没有看到任何雷姐的踪迹 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着雷虹那震惊的样子 无尘淡淡一笑 这个人 又哪里会明白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怒吼一声 狂暴的力量涌入到了凤凰之中 凤凰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势 巨大的双翅一扇 就是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涌动 这股力量非常的恐怖 震得虚空颤抖 不断的摇晃 给我破 无尘大喝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凤凰展翅 仰天鸣笑 可怕力量 震动天地 即便是琉璃塔 都被震开了 无法再束缚住无尘了 第456章 地阶灵宝之战 什么 雷虹眼睛睁大 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心中充满了震撼 怎么也想不到 火鸾凤在突然之间 就变得是如此的强大 竟是连他的地阶 灵宝琉璃塔都被震开了 真是不敢相信 他的脸色逐渐地沉了下来 看着火鸾凤 眼神也是渐渐地变得凝重了 他隐隐有感觉 在火鸾凤的身上 一定是发生过某种的突变 才导致他的实力大增 不过 即便是火鸾凤的实力大增了 那又怎样 他乃是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又有地阶灵宝和天阶武技 实力超级强大 不管火鸾凤的实力如何的强大 都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雷虹大鹤一声 再次催动了无上的法觉 可怕的力量不断的震动 紧接着一头光明圣像 很快的就是凝现出来了 这一头光明圣像一凝现 周围的空间都是变得光明了 黑暗被驱逐 圣像 这是至神至圣的力量 有着摧毁一切邪恶的能力 对于火鸾凤这种妖兽 有着很好的克制作用 吼 圣像仰天咆哮 一股可怕的力量波动 迅速地展露了出来 惊天动地 又是这一招吗 对于雷虹的这一招 无尘并不陌生 他曾经见他使用过 用来对付血魔的 对于邪恶的力量 有着很好的克制作用 不过 现在的火鸾凤 身体已经被他给掌控了 而他所修行的火黄诀 又是无上的绝技 自然是毫无畏惧 来吧 看你的圣像厉害 还是我的凤凰霸道 无尘没有半点儿的畏惧 圣像是神圣的 但是却克制不了他的凤凰 因为他的凤凰乃是神兽 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凤凰展翅 一股可怕的力量 顺时爆发了出来 熊熊的烈焰 不断地焚烧 仿佛是要把虚空也给粉碎 凤凰展翅翱翔 顶着凶悍的气势 携带着粉碎一切的力量 狠狠冲了出去 对面 那巨大的光明圣像 也是嘶吼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 顷刻间爆发了出来 威视也是极其的恐怖 轰 光明圣像 以及凤凰迅速的就是撞在了一起 顷刻 一股惊天的巨响 陡然间传了出来 一股可怕的能量 从对撞点疯狂地涌出 狂卷向四面八方 忠心之处 圣像和凤凰交撞在一起 庞大的身躯不停地撞击 不断地冲撞 就像是两颗巨大的陨石 都想把对方给湮灭 却又是奈何不了对方 怎么可能 雷虹再度震撼了 他的圣像 乃是至神至圣的绝技 能够克制一切的邪恶 按理说 在遇上了他这一招之后 火鸾凤的攻击 应该很快地就崩碎了才是 但是 事实却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他的圣像 居然克制不了对方的力量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够动用他的地阶灵宝了 琉璃塔 镇压万物 雷虹大喝一声 周身力量涌动 灿烂地爆发出来 紧接着 一座宝塔开始形成 一股可怕的力量 重重地压了下来 无比地害人 看着自己的琉璃塔 雷虹有着绝对的信心 他这件琉璃塔 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宝物 而是一件地阶灵宝 有着非常恐怖的力量 没有什么东西能扛得住的 地阶灵宝吗 见到雷虹居然把地阶灵宝 都给使用出来了 无尘也是一惊 但也不惧 因为在他的身上 也是有着一件地阶灵宝 天狼己 无尘爆喝一声 紧接着 一杆大己 从他的身上 冉冉的生了起来 一股灿烂的光辉 从其中爆发了出来 如同怒浪一般 惊天动地 这事 雷虹猛地睁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 火栏凤头上的那一把大己 这把大己 力量十分地恐怖 竟是丝毫都不比他的琉璃塔差 地阶灵宝 雷虹一字字地说道 眼中满是不能相信 原本以为 今天他看到的怪事 已经够多了 但是没想到 更多的怪事 竟是频频地出现 让他震惊不已 惊诧万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妖兽 会武技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连地阶领导 都是拥有 这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不能相信 瞬间 雷虹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真是一件比一件奇特 一件比一件怪异 即便他是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见多识广 也是感到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了 这一定是梦 是幻觉 不是真的 雷虹狠狠甩头 直到现在 他依然是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情 无尘淡淡一笑 他也不愿意使用地阶领导 但是 雷虹都使用了地阶领导 他如果不使用 将难以抗衡对方的琉璃塔 只可惜 他现在没有手 而火链缝底下只有两只脚 他是人 对于人类的一些手段倒是特别的熟悉 对于妖兽的爪子如何使用 他却是很拙恋 天狼己 破万物 催动天狼己 天狼己的力量爆发出来 一股无法形容的灵力之气 疯狂地爆发了出来 令人是万分震惊 惊恐万壮 天狼己光芒绽放 无比的绚烂 狂暴的气势 直冲而出 向着雷虹的琉璃塔打了出去 坑 两件地阶领导撞在一起 一股可怕的力量疯狂地爆发了出来 如同汪洋震动惊天动地 雷虹身体猛然一震 惊恐地望着那一把大己 这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竟都不是梦 而是真实的 旋即 他的内心更是震惊 一个妖兽 掌控武器 掌控地阶领导 这些这些 都已经是超过了他的认知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妖兽 不过 他心中更多的是疑惑 因为火鸾风 获得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仿佛是在一瞬之间就拥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对方早先的具备了 在进入玄阅秘境之前 他就使用出来了 不会等到现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火鸾风觉醒了神性吗 雷虹猛地一惊 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火鸾风很有可能觉醒了神性 第457章神性觉醒 身为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雷虹自然知道 有一些妖兽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可能会觉醒神性 成为神兽 而这种觉醒 有的是逐渐发生的 有的是突然发生的 就在一瞬之间就觉醒了 而火鸾风的身上 蕴含着凤凰的血脉 凤凰是世间少有的一种神兽 力量十分的恐怖 即便是神级强者 都是不敢轻易招惹 要不然 有可能会给自己惹来天大的麻烦 既然火鸾风身上有凤凰血脉 那么 他觉醒成为神兽 那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 雷虹心中忍不住是心动了 一头觉醒了神性的妖兽 那种价值 简直是没办法估量 若是能够捕捉回去 加以培育 那么若干年之后 他们太一门就会有一头神宠了 他们太一门的实力也会大大的增长 这一头火鸾风 无论如何 他都要把他给带回去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实际上 他又哪里知道 现在入主火鸾风的身体 和他对战的 根本就不是原来的火鸾风了 而是无尘 琉璃塔 给我镇压 雷虹大喝一声 把全部的力量都涌入了琉璃塔之中 琉璃塔的威势暴涨 爆发出一股股灿烂的光芒 疯狂地向着无尘的天狼脊镇压而去 要使用全实力了吗 看到雷虹这般 无尘知道 对方是要使用全实力了 但是 他也并不惧怕 因为他现在身上所拥有的力量 完全不在雷虹之下 天狼脊 无尘也是不说什么 把力量灌入到了天狼脊之中 天狼脊剧烈地颤抖 一股股可怕的威势 疯狂地爆发出来 这一种力量 要远远地超过了上品领宝 简直无法让人想象 坑 二者再一次撞在一起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对撞中心爆发出来 如同怒浪一般 狂卷四面八方 雷虹身体一震 看了看无尘手中的这一件天狼脊 通过刚才的两次对撞 他已经知道 这件东西不好对付 必须要动用一些强大的手段 才是可以对付得了 圣像 融合 雷虹大鹤一声 一股灿烂的光芒爆发出来 竟是直接与圣像合二为一了 立刻 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 从圣像之中爆发了出来 一端的恐怖 这样子的一种力量 足以粉碎世间一切 融合了吗 既然雷虹和圣像融合了 那么他也融合吧 烈焰神皇 无尘催动力量 凤凰仰天鸣笑 一股可怕的力量 顷刻间爆发出来 无尘和凤凰也是融合为一了 雷虹脸色一沉 看着火乱凤 心中震惊无比 觉醒了神性之后就是不一样 学习和悟性能力 都是大大的增强了 竟然复制他的招数 既然如此 那就来一个终极的对撞吧 看看谁才是最终的胜者 琉璃塔 镇压万物 雷虹催动了琉璃塔 一股超强的力量 从中爆发出来 打算彻底的碾压 这一只火鸾缝 无尘淡淡一笑 这雷虹所使用的招数 他也同样会使用的 天狼己 无尘召回了天狼己 天狼己悬浮在他的左侧 而凤凰则处于他的右侧 二者相互协调 在无尘的操纵之下 就像是两颗巨大的陨石 即将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 给我拜吧 雷虹争鸣狂笑 一股凶悍的气势 疯狂地爆发了出来 强横的力量 如同浪涛一般 席卷整个空间 终于 无尘和雷虹两人的力量 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事实 整个空间都在剧烈地颤抖 一股骇人的力量 疯狂地爆发了出来 这一撞击 可谓是惊天动地 远在数十公里之外 血魔的基地 那里的人 都是感应到了 这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纷纷是赶了过来 一探究竟 看看这边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砰 一股超强的力量 疯狂地爆发出来 把无尘和雷虹两人 都给震飞了 身体不住地颤抖 发生着摇晃 身上更是涌出来了 一股股的鲜血 皆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怎么可能 雷虹倒退了数十丈 终于是稳住了身形 他的眼神 已经是完全被不可置信所覆盖 他怎么也想不到 火鸾风现在的力量 竟是变得如此的强大了 旋即 他的眼中更是流露出了火热 他知道 一般而言 妖兽的神性觉醒的越多 妖兽所拥有的力量 也就越强 换言之 这一头火鸾凤 是一只潜力巨大的妖兽 其进步的空间 将是不可限量 如果悉心地培育的话 有可能会成长成为 真正的神兽凤凰 想到这里 雷虹更加是坚定了信心 一定要把这只火鸾凤 给捕捉回去 不惜一切代价 另一边 无尘也是被震得不断地后退 刚才那一招 威力实在太恐怖了 连他的烈焰神皇 都是被粉碎掉了 可怕的力量 直接是落在了他的身上 把他身体给炸开 一股股的鲜血 从身上冒了出来 虽然这些鲜血 都是火鸾凤的 可是他心头痛啊 因为他需要 这火鸾凤的精血 需要他身上 那一点的凤凰血脉 用来修行火黄诀 第三重境界 这家伙 强得离谱 无尘忍不住心惊 雷虹不愧是 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实力超级 超级的恐怖 他现在已经是 夺射了火鸾凤的身体 获得了火鸾凤的力量 即便是这样 依然是无法取胜 可想而知 若是原先的他 对上雷虹的话 他的下场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思索了片刻 无尘觉得 不应该再和这家伙 继续纠缠了 反正现在火鸾凤 已经死了 身体也是由他所主宰 他想怎么弄这具身体 那就怎么弄这具身体 甚至可以就此直接使用火鸾凤的身体生活 因为他所修行的火黄诀跟火鸾凤的力量能完全地融合 不会产生任何的排斥效果 而火鸾凤本身的修为也是很强大 可以免去他一段时间的苦修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 无尘要走 雷虹确实不会同意 他就是为了火鸾凤而来 不把他捕捉 事不罢休 第458章空间球龙 琉璃塔给我镇压 雷虹大鹤一声 不顾体内的伤势 富佑催动琉璃塔 对无尘发起了攻势 对于这么一头已经觉醒 有可能会蜕变成为真正凤凰的火鸾凤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的 这家伙还真是凡人 非得要和本神死磕 无尘本来是不想和这个家伙再纠缠 就此离去 可是 这家伙却硬是要和他进行死磕 既然这样 那就让这家伙尝一尝他无上单神的手段 无尘张开嘴巴 喷出了一团炽烈的火焰 火焰翻滚 火浪滔天 可怕力量 震动了天地 烈焰焰烧 滚滚而出 一股灼热的热浪 扑面而来 让人是感到身处火炉一般 如此的力量 简直是要焰进空间万物 天狼己 紧接着 无尘又催动天狼己 把火焰喷射到天狼己之上 巨大的火焰 使得整个天狼己都是焰烧了起来 狂暴的力量 涌现而出 比起之前的天狼己还要可怕 去 催动天狼己 无尘一己射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 顷刻间爆发出来 天狼己破空飞出 沿途过处 虚空粉碎 烈焰滔滔 把一切都给焰灭了 坑 两件地阶灵宝 再次撞击在了一起 一股狂暴的气势 疯狂地涌动出来 狂卷四面八方 这一次 无尘所催动的天狼己 威力就要比之前大得多了 可怕的火焰 剧烈的焚烧 不断地翻滚 就连虚空 都是承受不住 被焚烧化作了虚无 这家伙的法宝 怎么会变得这么恐怖了 雷虹震惊不已 看着那正剧烈交锋的 琉璃塔和天狼己 他没有想到 对方的天狼己 竟是突然变得这么霸道了 简直是不敢相信 与那股火焰有关系 这时 雷虹看向了天狼己 那上面有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这一股火焰 非常的强盛 非常的霸道 能够焚尽世间万物 看这情形 单单依靠地阶领宝 那是根本没办法击败这个畜生的 必须要采用进一步的手段 才能制服得了这一头火鸾缝 空间囚龙 雷虹大鹤一声 双手掐掘 一股股的力量再次爆发出来 可怕的力量 形同一条条的小龙 向着无尘绞杀而去 无尘一惊 看着这一条条的小龙 就像是真实存在的活物一样 也是不敢大意 怒吼一声 巨大的双翅一扇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直接冲向了这些小龙 它虽然不擅长使用妖兽的攻击模式 但并不代表它就不会 巨大的双翅携带着熊熊燃烧的烈焰直冲而下 能够粉碎一切 刹那 数十条小龙就被直接粉碎掉了 化为了一片光雨 辐射而下 但是很快的 更多的小龙向它给冲了过来 其中一些竟是攀上了双翅 缠绕在了那上面 旋即 无尘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这些小龙竟然能吸收它身上的火焰之力 快撤 当机立断 无尘立刻撤退 他虽然不明白这是咋回事 但是理智告诉他 还是撤回来比较好 远离这些小龙 要不然 后果恐怕难以想象 想躲吗 可能不 雷虹冷笑 他这一招的攻击 乃是一种神奇的树 名叫空间囚龙 能够困困一切的东西 只要彻底的封闭住 那么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逃得出来 一条条的小龙 从他的身上不断的涌出 宛若活物一般 齐刷刷地卷向了无尘 这些小龙之上 蕴含有一种独特的力量 能吞噬一切 哪怕是火鸾缝身上的火焰之力 那也是可以吸收 这东西在吸收能量 无尘的脸色骇然大变 雷虹不愧是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居然掌握着这种独特的手段 确实要比世俗那些人 要高明得多 不过 他是谁 无上单神 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见过 想要吞噬他身上的力量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怒吼一声 身体一震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这股力量非常的强大 滔滔的烈焰 滚滚的涌出 炽烈的热浪 再不断的翻滚 使得周围的空气急剧升温 要把世间一切都给焚毁 在这样一股炽烈的热浪之下 即便是雷虹的攻击 也都是扛不住了 还没有靠近无尘的身体 就被热浪给融化了 不能靠近于他 火 是自然界最为常见的力量之一 也是最为可怕的力量之一 恐怖的火焰 有着焚尽一切的能力 一旦达到了极致 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之相抗衡 但是 出乎无尘的预料 雷虹非但不避开他的火焰 反而却是逆冲过来 向着他这边靠拢过来 这家伙 到底想干什么 事出反常 必有妖 面对星级竞强者 即便是现在的无尘 都是不敢大意 所以他选择了后退 避开雷虹的锋芒 想退吗 已经晚了 就在这时 雷虹抬起双手 一股股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向他笼罩而来 铺天盖地而下 这些能量 就像是一道道的锁链 要把他给困住 糟糕 无尘大惊失色 连忙催动力量 巨大的双翅一扇 一股恐怖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如同狂风暴雨 席卷四面八方 顷刻间 无数的能量之链 就是直接被摧毁了 被他的力量给焚尽了 不过 这相比于雷虹的这一招攻击 无疑只是小巫见大巫 可怕的能量之链 铺天盖地而下 顷刻间席卷四面八方 饶是以无尘的实力 也都是不可能 焚灭掉所有的攻击 然而 更可怕的东西还在后头 只见雷虹冷笑一声 抬手打出了四根银色的能量之链 这四根能量之链 比起周围的那些锁链还要粗壮 跟婴儿的手臂一般的大小 一股可怕的力量波动 从这之中渗透出来 让人是胆战心惊 亡魂皆冒 不好 无尘脸色骇然大变 双翅一扇 一股可怕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滚滚热浪 呼啸而出 就像是火山熔岩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喷射而去 第四百五十九章 反败为胜 但是 这四根粗大的能量之链 实在是霸道无比 即便是无尘催动着巨大的火焰之力 依然是没有把它们给震碎 相反 身体却是反被捆住了 抓住了吗 看自己的能量之链 捆住了火鸾缝 雷虹终于是长出口气 对于自己的树 他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只要能够捆住对手 对手就是没办法摆脱的 无尘狂吼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恐怖的能量 不断地震动 震的空间都在不停地颤抖 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根本就承受不住这一股力量 非常的可怕 坑坑坑 强大的力量不断地爆发 震的雷虹的能量之链 不断地颤抖 竟是发出了金属的声音 但是却是始终没办法 挣脱开这股强大的束缚 垂死挣扎 雷虹冷哼一声 不屑一顾 被他的空间禁闭给锁住 还想着脱困 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什么鸟东西 真他妈的紧 无尘忍不住是骂娘了 这四根粗大的能量之链 就像是一个囚龙一般 把他给捆住了 让他根本就没办法震断 与此同时 更多的细小能量之链 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缠绕着他的身体 不断地加固 不断地涌动 他现在感觉自己已经是 想要动弹一下 都感到非常的困难了 冷静 冷静 无尘一咬牙 让自己沉静下来 越是这种危机时刻 就越是不能够慌乱 要不然等待着他的 将是无间地狱 这么快就扛不住了吗 看无尘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雷虹心中冷笑 未知不屑 他对他的这一招 那是信心十足 只要被捆住 那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能脱困的 让我来看看 是不是牢固了 雷虹飞了过去 检查了一下 他可不想发生任何的疏漏 这毕竟是一个 觉醒了神性的家伙 实力非常的强大 稍稍有半点而疏忽大意 都有可能让他给逃掉 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给你套上笼子了 检查了一下 雷虹没发现什么漏洞 便是放心了 接下来 只需要把这畜生给套上笼子 带回太医门就可以了 本来 他是想把这畜生关入琉璃塔的 那样的话 携带更加的方便 但是 这畜生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是有了一件地阶灵宝 竟是把他的琉璃塔给挡住了 使得他的琉璃塔完全的失去作用了 不过 那也没什么关系 他连火鸾缝都收拾了 还收拾不了一件地阶灵宝吧 看了看雷虹 无尘心中一笑 这个家伙 居然想向他套笼子 待会儿他就让他瞧一瞧 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 火鸾缝 不得不说 你今天给我带来的惊喜 实在太多太多了 你和你的地阶灵宝 都是宝物啊 哈哈哈 地阶灵宝 这可不是一般的宝物 即便是在太医门 也是了不起的宝物 可以换取很多的贡献值 更何况 他还带回去了火鸾缝 这么一个觉醒了神性的妖兽 太医门知道了 必定会重重地赏赐于他 到时候 他的实力必定会飞速地提升 成为太医门第一弟子 那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雷虹哈哈大笑 无比的兴奋 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超级实力之中 竞争那也是无比的残酷 入门弟子竞争 想获得更多的资源 得到更好的培育 早日成为真传弟子 而真传弟子之间 也要进行竞争 进行争斗 让自己的地位更高 更加地受人尊崇 而那第一弟子 则是最为崇高 最为荣耀的人 在将来宗主隐退之后 下一任宗主之位 就会落入到第一弟子的手中 魂引针 就在这时候 一股诡异的波动 突然传了出来 这种波动极为诡异 不含任何的能量 让人很难察觉 雷虹一惊 他突然感到了一股诡异的波动 向他袭了过来 还不等他做出反应 那股波动 就是消失在了他的眉心那里 不复存在 怎么回事 雷虹抬起手来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旋即也就不管了 大概是什么阴风之类的东西吧 反正无关紧要 不碍事的 既然火鸾缝的事情 暂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 雷虹就要处理他这间地阶领宝了 毕竟 从这里到太一门 路途很是遥远 要是就这么拖着火鸾缝 他可没有那种闲工夫 这就需要他的琉璃塔了 他要把火鸾缝 给关进琉璃塔之中 再经由琉璃塔 带回去太一门 这样才更加的省力 也更加的保险 更加的安全 魂印针爆发 就在这时 吴晨冷喝一声 对付这家伙 魂印针最是有效 雷虹猛的一震 回头过来 他以为火鸾缝 又将爆走了 却是不料 突然他感到眉心一痛 一股风暴 自眉心之处传出来 迅速地席卷他的全身 这是 雷虹眼睛猛得真大 满目骇然 充满了恐惧 紧接着 他的身体僵直了下来 双眼也是变得暗淡无光 魂印针爆发 威力十分的恐怖 足以摧毁一切 见此 吴晨嘴角一笑 中了魂印针的人 无论是谁 都是必死无疑 绝对没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 给我碎 大鹤一声 一股超强的力量爆发出来 周围那些能量之恋 因为雷虹的突发变故 已经是失去了大半的力量 不复之前的束缚力 吴晨一爆发 请客间就是碎掉了 看了雷虹一眼 吴晨没有说什么 这家伙要捆住他 把他带回去太义门 真是死不足惜 有人来了 突然 他感到了很多人 在向他们这边过来了 他知道这里已经不能再待了 于是乎他一把抓过天狼戟 转身就走了 至于雷虹的琉璃塔和储物戒指 他也没有去收取 对方是太义门的真传弟子 太义门的东西 可是不好收取的 吴晨前脚刚走 后脚一道绝美的倩影 就是降临了下来 这道身影 若是吴晨还在这里 一定会认出来 却不是顺岩还是谁 第四百六十章轰动 跑了吗 顺岩皱了皱鼻 刚才那股庞大的力量 他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是火链凤 而周围的空气之中 还有剧烈的火焰之力 而在这万福枯之中 除了火链凤之外 没人能有那般强大的火焰力量了 没有去管火链凤 顺眼接过雷虹的身体 一检查 月容大便 雷虹居然死了 仙驱猛然一颤 顺眼睁大双眼 看着手中雷虹的尸体 满是不能相信 这下子要变天了 对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吴晨已经不知道了 双翅山洞 不停地伸入万福枯之中 不知飞了有多久 感觉后面没有人追来 这才停了下来 这下子有大麻烦了 雷虹是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在太一门之中地地位无比的崇高 现在却是让他给杀了 这个事情可不是一般的大 而是很大很大 几乎可以说是能够引起一场地震的 但是他却从不后悔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唐使他没有魂引针这一招 没有杀死雷虹 那么死的人就很有可能是他了 既然这样 那还是杀死雷虹的好 不过 现在人是杀了 怎么应对太一门的怒火 这才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 太一门的实力 何等的强大 何等的厉害 凭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是对付不了 别看他现在掌控了火鸾凤的力量 能够杀死雷虹 但是比起太一门来 压根儿就不够看 可以这么说 太一门要想弄死他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这一具身体 看来是不能要了 看了看火鸾凤 无尘忍不住是摇了摇头 这具身体很强大 能够给他提供 星级静强者的实力 曾经 他是想过 今后就以这一具身体生活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愿望怕是无法实现了 因为很多人都看到 雷虹和火鸾凤二者飞了出去 而且经历了那么惨烈的战斗 几乎是一眼就能认出 火鸾凤就是杀死雷虹的凶手 他如果再使用这具身体 那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既然没办法使用火鸾凤的身体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选择原来的那副身体了 属于人类的身体 旋即 他看了看火鸾凤身体之中 那一副身体 那一副身体 衣服这些 现在已经全部被烧掉了 只剩下了一件中品灵甲 护住了重要的部位 没有受到火焰过多的伤害 回归 无尘是炼丹师 对于灵魂力 亦是这样的东西运用 几乎是出神入化 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吗 他就回归到了 自己原来的身体之中 好疼 一回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立刻 一股钻心的疼痛 就是传进了脑海之中 他感觉到 自己几乎快要被烤熟了 所幸储物戒指还在 无尘立刻取出一颗丹药 吞浮下肚 丹药入口即化 滚滚药力 冲入了身体之中 缓解他体内的伤势 过了一会儿 无尘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好了一些 便是从火栏缝的身体之中 走了出来 接着又从储物戒指之中 取出一身干净的衣服 穿在身上 看着火栏缝的尸体 无尘知道 他之前之所以能夺射火栏缝 纯粹是一种侥幸 要是再来一次 他肯定是无法夺舍的 因为火栏缝的实力 非常的强大 以他目前的魂力 是根本穿越不了 他厚厚的皮肤 进入到他脑海之中的 夺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火栏缝已经死了 他也要离开这里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 他还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是他最初的目的 那就是火栏缝的精血 可以说 要不是因为他需要火栏缝的精血 从中提取出凤凰血脉 用来修行火黄诀 今天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不过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再去说什么 那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提取精血 对于吴臣来说 那是轻车熟路 很快的 他就提取完成了 把精血放入了储物戒指之中 之后 他用火烧毁了火栏缝的尸体 他坐视一项严谨 绝对不会给别人留下 任何的可以追踪的痕迹 其他人都知道 是火栏缝杀了雷红 根本就不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他对火栏缝来个毁尸灭迹 太一门的人因为找不到火栏缝 更加不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做好这一切之后 吴臣就离开了万福窟 回到了乱魔城之中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雷红被杀死在万福窟之中的事情 很快就是传了出去 引起了一场地震 几乎是在刹那之间 整个乱魔城的人都知道了 不仅仅如此 消息还像风一样迅速的向外传播 可以想见 用不了多久 整个悬月秘境的人都会知道 你知不知道 太一门真传弟子雷红死了 怎么不知道 这事情早就已经传开了 恐怕乱魔城之中 没人不知道了 那倒也是 太一门的真传弟子被杀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而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我听说 是火栏缝所为 那一只火栏缝 倒是真的厉害呢 居然连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也能杀死 还好我们没有去找火栏缝 要不然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一旁 无尘静静地听着 暗暗摇了摇头 类似于这样的对话 实在太多太多了 几乎到处都是 当然 这也是他早就料到的事情了 不过 对于火栏缝 是怎么杀死雷虹的 这一点倒是很有问题啊 这话怎么说 据说 在雷虹的身上 有很多的伤势 但那些伤势都不足以致命 不足以致命 那他是怎么死的 根据那些超级宗派研究 得出的结论 真正的致命伤 是在石海 那里已经是一片空白 相当于是灵魂被灭掉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致命伤 灵魂被抹去 那一定是高手所为了吧 一般人可是没有这种能力啊 那是自然的 但是 这也就给他的死 笼罩上了一层迷雾 因为妖兽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 使用这种能力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